大家很高興這段何博士是要來跟各位分享 如何填寫日本語言學校跟專門學校的報名表 他的這個報名表格式每個學校都大同小異 然後我們在後面也會跟各位分享 如何準備好他所需要的資料 因為全日本要準備的資料都一樣 海關要看的東西都一樣 所以我們跟各位分享一個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到底要準備什麼東西 然後你面對這個報名表的時候你該怎麼寫 我們先講一下 當你要寫這個報名表的時候你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你可以用打的 你把它打完這些都用打的 然後最後面印出來然後簽名這樣OK 第二個你可以用寫的 可是用寫的你要注意一定要用黑筆寫 用黑筆寫盡量不要圖改 用黑筆寫盡量不要圖改 這樣子對你這個申請的資料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我們會希望你這樣來做 讓你現在很方便都給你電子檔 對不對你回去用打的 然後最後面列印出來 簽名的地方 親自簽然後寄來給何博士拿過來也都可以 所以這兩種方式都可以 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第一個呢 這個大概履歷表 每個學校它會寫的是履歷表 或是它的名稱不太一樣 沒關係 我們就以這個為範例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國籍的地方 第一個國籍的地方 你可以寫中華民國或是台灣 都可以沒有關係 那姓名你就直接寫這個所謂的 漢字就可以了 不需要寫羅馬字 你就寫漢字就可以了 除非它有要你寫羅馬拼音的地方 你再另外寫羅馬字就好了 那出生年月日請你一定要寫所謂的西元年 你寫民國 他們不曉得你到底是幾歲是幾歲 他們會對不起來 所以呢 各位 我們這些資料都是要給日本的海關看的 日語學校怎麼會看這個呢 日語學校只要你有繳錢他就讓你去了嘛 講難聽一點 語言學校是補習班嘛 跟大學一樣現在都是變成補習班 你有繳錢他就讓你去的啊 我們填寫這一些 都是要說服海關 讓我們去日本 所以都不是為了學校 而是為了海關哦 所以你要記住哦 你要寫的標準 你讓海關覺得 嗯你這個人來日本讀書 沒問題 他簽證才會發下來 所以我們開校 出生日期 一定要寫西元年 那性別當然就是勾選 然後呢 還有出生地點 他可能會寫 就是說有的學校會有出生地點 就看你在出生 你就自己寫 好自己寫 然後呢這邊會有一個相片 三個月內的 各位 這有一個秘訣啦 就是呢你絕對相片不能跟護照一樣啦 你護照三年前辦的 然後你相片跟護照一模一樣 一看就三年前的相片嘛 所以你只要是不要跟護照一樣 其實都還好 不是三個月前也沒有關係 但是盡量三個月前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那現在的地址 現在的地址 就是你可以寫現在的地址 電話號碼 當然就是你可以留手機 或留家裡都可以喔 然後這個Email Email就照著寫喔 婚姻狀況如果有 就當然可以選有喔 那這個配偶姓名呢 就麻煩你寫一下 好 各位來這裡呢有一個學歷 這個日本的學校呢 日本的海關呢 他非常重視 因為他一定要幾年幾年幾年 一定要滿那個年數 比如說那個九年國民教育嘛 對不對 那之後高中 所以至少十二年畢業之後呢 才可以去日本讀書 所以這個學歷一定要寫得非常的清楚 好 那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轉過學喔 那你願意寫的話呢 你就寫轉學的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想的話 你就寫畢業那個學校就好了 還有 如果你有重考 你也要寫進來喔 你一定要讓海關 覺得 你這個人這個整個喔 這個年齡啦 這個所謂 你幾歲做什麼 你都要交代的很清楚 不要讓他覺得 這個人怎麼那麼奇怪喔 那 這一天 這個時候怎麼那麼奇怪 他就會覺得懷疑 所以 就算你有重考 你有休學 你有退學 你都把它寫進來 老實交代就沒有問題 好 老實交代就沒有問題 好 再來 那你日語學習經歷呢 如果有的話呢 那你當然勾選 有啊 當然最好有啊 因為 你知道嗎 這個海關會覺得說 你這個人怎麼都沒準備 突然要來日本 怎麼那麼奇怪 那如果你有的話呢 最好能夠請你呢 去找你這個之前 上課那個日語學校也好 補習班也好 線上課程也好 請他開一個 學習證明給你 這樣會更有說服力 當然沒有是沒有關係 有會比較有說服力啦 好 所以呢 這個呢 希望你呢 真的把它 這個 如果有 能夠拿得到 那這樣是最好 喔 那這個呢 所以入學年月日啊 都把它寫清楚 好 那你有沒有兵役 有沒有兵役 好 一樣 就照著寫 照著寫 那你的工作經歷 有或沒有 那你的工作單位 然後你的工作地點 那個工作的地方 就職年月日啊 退職年月日 然後呢 如果你現在還在工作當中 你就寫至今 好 至今 還 那如果 剛剛我們說的這個學校還沒有 比如說你現在大學還沒有畢業 沒關係 你就寫 這個年到這個年呢 大 這個你可以寫呢 預定畢業的年月 好 所以比如說你是2019的什麼時候 6月會畢業啊 或是2020的1月會畢業 你就把它寫進來 好 就讓它寫 你就讓它 它很清楚看到你這個人的預定 或是你目前為止的學習狀況 都不會有問題 盡量寫清楚 唉 所以呢 這個工作經歷也要寫清楚 因為它要知道說你這個整個年齡 這個整個年齡在做什麼 它要非常清楚 不要讓它覺得很奇怪 不要讓它覺得很奇怪 好 再來 好 接下來是護照 護照號碼 護照號碼 好 再來是護照號 你護照有喔 最好當然你這個 已經生半日學校的時候呢 最好是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勾沒有 那沒有護照 那表示說你沒有出過國 那也沒有關係 那如果有的話呢 就請你填寫這個號碼 那這個簽發機關呢 一定是這樣寫的 Mystery of Foreign Affairs 我們所謂的外交部 那你的簽發日期 你就看一下你這個護照 有這個相片的那一張嘛 它上面就有簽發日期 那有效日期 至少 至你要復日之前呢 你至少要有半年以上的這個時間喔 不然你會很麻煩喔 所以呢 你要去日本之前 如果你的護照呢 沒有半年以上呢 請你要去換護照 不然呢 你會很麻煩喔 所以呢 一定要趕快去換護照喔 那出入境紀錄喔 有或沒有 那如果有 各位 這個地方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它寫清楚 萬一你忘記了 你不曉得 什麼時候進到什麼時候 你去外交部 什麼領事局那邊 去申請一張入出境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履歷 那你就可以大約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什麼時候有去過日本 所以呢 麻煩你呢 好 想辦法拿到最精準的入出境的紀錄 不要讓海關查到你有問題 因為呢 我們清楚交代 去日本的這個入出境紀錄呢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誠實申報 所以呢 萬一你報名的時候 你報名的時候呢 忘記 沒關係 那就想辦法 到最後要矯健的時候呢 要去把這個入出境的證明呢 把它弄清楚 去申請一下你入出境的證明 然後呢 把它填寫清楚 那如果都是呢 所謂的觀光 你就寫短期自在 觀光的話就寫短期自在 那入境目的當然就是觀光嘛 是旅遊 就是觀光 好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 所以它這裡有特別寫喔 出入境進入更多時呢 可添加副業填寫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希望你去日本去過幾次的 這個全部要交代清楚 這樣對海關呢 他們對這個入出境很敏感喔 所以呢 可以把它交代清楚喔 那這裡你申請複日簽證經歷 就是你呢 觀光以外呢 你有沒有申請過 入境日本的這個 長期簽證的這個經歷啦 比如說以前有人去工作啊 對不對 那你可能可以填有 或是你以前去念過語言學校 你其實是要念專門學校啊 你就要填寫有 那你的簽證種類呢 你就要寫說你當初是 比如說呢 也是留學啦 或是就學啦 或是什麼 就勞啊 就是工作的意思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就要填寫清楚說 你當時喔 你到底去日本做了什麼事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呢 它要很仔細的看你 到底在日本做了什麼 好 所以 我再講一次喔 你就不要讓它查到你 你老實申報 它才會把簽證發給我們喔 好所以那沒有當然就沒有喔 所以以前有沒有簽證申請過長期的簽證 有沒有你要老實申報喔 好第十個 就學理由 各位 就學理由 很多同學都問我們說 那我到底要寫多少 各位 你最好能夠寫到五分之四啦 要怎麼寫呢 就是你要說服海關 你一定要去日本 你非去不可 你不去的話呢 你會睡不著 你會很痛苦 他不給你簽證的話呢 你這一輩子就 人生沒有意 一定要讓他覺得說 你呢 非常非常有去日本的 慾望 有這個意念 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強迫 這個強烈的意願喔 他才會給你簽證 可是 重點是說呢 你一定要有來龍去賣 對不對 你不能說 我在賣雞排 有一天我突然想去日本 不行喔 你一定要有一些 這個論述告訴他 因為我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後來又怎麼樣 那所以我現在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有個來龍去賣 這樣子對你才會比較有利 因為我們之前你知道嗎 我們大和喔 這個和博士辦過 留學辦了十幾年喔 辦過這麼多 唯一有一次失敗過一次 就是那簽證沒有下來 辦了這麼多人喔 只有一次簽證沒有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就像我剛剛跟你說的 他在餐廳上班 也不是日式餐廳 也不是日本料理 那他突然有一天 他說要去日本 也都沒有在學日文 海關怎麼看都覺得奇怪 你怎麼那麼奇怪 你什麼都沒有準備 你突然要來日本 那當然他就唯一一個 目前唯一一個 沒有給他簽證 就唯一一個 因為呢 他不夠足夠的說服力 那如果你去赴日 如果以前很喜歡看動漫啊 那我對日本文化有興趣 我現在工作一定要用到日文 我回來以後一定要用到日文 那或者我想要在日本就職 也沒關係 現在很多人在日本就職嘛 我對日本的什麼東西呢 非常的憧憬 我對他什麼東西 我一定要去學 我一定要去看 這樣子 盡量跟你的人生規劃 跟你的職業有所match 這樣他給你簽證的機會會比較大 你光是只想說 我就是喜歡看動漫 沒有用 看動漫之後 一剛開始是因為動漫引起你的興趣 然後這個引起你的興趣之後 連帶的帶動你 一定要去日本的這個心情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 把他抹滅掉 你的人生就一定要去日本 你的人生才會有意義 這個時候呢 他才會給你簽證 不要只是娛樂 最好跟工作人生規劃 有關係 這樣他才會給你簽證啦 這樣子會對你比較好 所以呢 你盡量寫 比如說他上面有這個有沒有 什麼時候你考慮來日本留學以及動機 為什麼要考慮來日本 對日本哪些方面有興趣 你總不能說我很討厭日本 我要去日本 你看看日本人多度爛 對不對 這樣就不好聽 所以你總是要寫 對日本哪裡有興趣 好 來日本之後你想要做什麼 對你來要做什麼 比如說你念完語言學校之後呢 你希望去念專門學校 或是你念完專門學校之後呢 你想要在日本就職 或是在日本找工作 或者回台灣之後呢 你希望把這個在日本所學 應用在你的工作之上這樣子 好 那在日本有沒有認識的人 有沒有認識的人 然後如果有 比如說你有親戚在那邊 那就更好 就更好 好 那你有受他們什麼影響 好 第五個 修完日語課程後的計畫 那你會繼續念大學 語言學 專門學校 這個回台灣 在日本工作 都可以 但是你最好 就整個闡述就是要說服海關說 我就是要留在日本 我就是一定要去 我不是留在日本 我就是一定要去日本 這樣子呢 他才會給我們簽證 好 我也講喔 你不要以為海關不會看這些 他會看 因為呢 他也是人嘛 對不對 你稱讚日本 讓他爽 他總是會 比較願意給你簽證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他不給你簽證是怎麼樣 是完全不用有理由的 他不給你簽證 就是不給你簽證 你完全沒有辦法跟他討論的 所以你就盡量寫 寫到讓他痛哭流涕 寫到讓他覺得沒有給你簽證 實在太對不起 一定要往這個方向來寫 再繼續 你看到第十一項 本校畢業後的打算 那你當然可以勾 在日本就業 在日本升學 當然可以 比如說你希望學姐的專業是什麼 你可能在日本學文學 學汽車 什麼都可以 學美容都可以 或者是歸國 或是其他 你有什麼樣的計畫 都可以 或是再前往美國讀書 也有啊 也有人去日本完之後 去美國讀書 也有 那這個家庭狀況呢 就請你 在你住在一起的人 只要你是住在一起的人 就麻煩你填寫 父親 母親 姊姊 姓名 那他目前的職業是什麼 在哪裡上班 或是開店 這樣子也可以 在日情況 這個你有沒有在日本 有沒有親戚 有就有 那看是誰 那就沒有 就當然就是 夠沒有 這樣就好了 那以上紀錄所記載 都與事實相符 那你就填寫日期 把他填上去 那你最後面呢 至少至少 這個要印出來呢 簽名 用黑色筆 簽清楚一點 用楷書 不要寫得太潦草 印出來簽名 這樣子呢 對你的申請呢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你就是要 說服海關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支付 這個經費支便書 就是經費支付人 經費支付人 你必須填寫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經費支付人 那這邊呢 是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呢 你如何寫經費支便書 什麼叫經費支便書 就是呢 要幫你付錢的人 那個人的經費 他為什麼要幫你付錢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的是呢 經費支便書 各位什麼是經費支便書 就是呢 經費支付書 就是呢 這個人呢 為什麼要幫你付錢 我會講喔 不是隨便人幫你付錢都可以喔 他不要喔 我們之前就有遇過喔 比如說這個女生呢 他去日本 這個念語言學校對不對 有一個跟他沒有關係的男生呢 經費支付書呢 非常重要 這個日本的海關呢 他們一定會看這一樣喔 你看喔 那這個前面呢 就是呢 這封信是要給日本國法務大臣 就是法務部長 為什麼 因為呢 他 你給他錢 表示說 他真的要去日本讀書 不是去日本做壞事情的 不是去日本這個非法打工的 所以呢 我要跟法務部長報告 因為這個簽證是法務部 法務部發的嘛 所以我跟他保證說 這個人去日本所有的費用 都由我來出 這個叫做經費支付書 所以才會 吐 沒有 去法治 是要給日本國法務大臣 原因是這樣來的 國籍當然你寫台灣中華民國都可以 好 姓名就是學生的姓名 學生的姓名 那生年月日 生年月日 男生女生 你就自己夠 好 他說呢 我呢 對於上面這個人呢 我要幫他付錢 因為他要去日本讀書 我承諾 我在這裡承諾呢 我要幫他付錢 好 那經費支變的這個 為什麼 這個意思 第一個是 你為什麼要幫他付錢 請你告訴我們 比如說 他是我女兒 他從小對日本很有興趣 現在他希望去日本把日文學好 以便以後就業方便 就學方便 我非常支持他 我非常支持他 我會幫他付錢 這個地方大一就是寫這樣子 他是我的誰 比如說他是我們公司員工 我們公司跟日本有這個商業上往來 我希望他去日本呢 學好日文 回來之後呢 繼續回我們公司來服務 一定要有相關聯 你要說服海關 為什麼你願意讓他去 這樣子就是呢 我們的目的 好 所以呢 你一定要在這邊寫 你要跟他講 合理 正常 不會奇怪的人 來幫他付錢的原因跟理由 才可以 好 再來喔 那 資費 經費支付的內容 我 這是我 這是我嘛 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支付支付的人 經費支付的人 爸爸媽媽公司老闆 好 誰 寫下來 好 所以我對於上面這個人呢 好 在他這個所謂的簽證合格之後呢 我會呢 付錢給他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喔 你一定要記住 當你以後申請簽證延長的時候呢 一定要付上送金證明 就是呢 匯款證明 如果你都沒有匯款證明 就很糟糕 海關會覺得 你都沒有匯款證明 那你的錢怎麼來的 所以一定要有匯款證明喔 匯款證明叫做什麼 送金 有沒有 送金證明 這個在你簽證延長的時候 像我這個 何博士呢 第一次 就剛去日本的時候 是在東京學醫大學 當研究生嘛 那後來我的簽證要延長的時候呢 他就要我提出 這個所謂的 銀行匯款證明喔 匯款證明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你要記住 你一定要呢 以後呢 要簽證什麼時候呢 要更新 會有匯款證明 好 然後呢 學費 每個月或是每半年或每一年呢 多少錢你就照時寫嘛 大概就八十萬日幣嘛 你就寫 年間 好 八十萬日幣 好 那生活費 月額大概就比如說十萬嘛 八萬都可以啊 十萬八萬就這樣寫 那支付方法 各位 支付方法很簡單 你就說呢 你就是寫一個 海外送金就好了 海外送金 這樣好 我們會以啊 你用中文寫就好 我們會以海外匯款或是海外送金的方式呢 提供給他 我們會 海外送金 海外送金 海外付款的方式呢 提供給他 再來哦 那就是你填寫的那一年 这个西元年月日照着写 那经费支付者是谁 就住址照着写 姓名照着写 然后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你跟这个学生 跟这个申请者是什么关系 你就照着写 这就是经费支付者 所以再讲一次 经费支付者绝对不能随便找 因为经费支付者必须提出 你有钱 然后你为什么要帮他付钱 你要合理 不能随便 这个不认识的人 帮他付钱 海关绝对不会允许 那首先学校就不会允许了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 这个经费支付者 你找的经费支付者 一定要合理范围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如何你要准备什么资料 因为日语学校专门学校 所要的资料几乎都一样 因为海关就是看这些 所以你要准备好这些资料 好我们继续哦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到底你申请语言学校出的报名表之外 你还需要缴交什么样的资料 各位再讲一次 这些资料都不是为了语言学校 这些资料都是为了你 为了你说服海关给你签证 语言学校只要你付钱 它就会让你去 所以不要怨学校 不要怪我们 因为这是海关要求 为了你好 你不缴交这些资料 海关不会让你过 所以我们希望你在准备的时候 要告诉自己 不是我 不是学校 是语言学校希望你顺利的拿到签证 它才能够赚到你的钱 我也才会赚到钱 你拿不到签证 你不能去语言学校没得赚 我也没得赚 大家都不好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资料准备起 好好让你的签证下来 这个资料是什么 第一个报名表这个没问题 这我们刚刚说的入学报名表 这个每个学校都有 所以何博士应该也有给你的 所以你要写入学报名表 当然各校有指定 各校有指定 还有履历书 履历书当然每个学校都有履历书 由申请者本人填写 希望你能够按照顺序 履历经历学历都是照顺序填写 日语学习经历 我们刚刚说的也蛮重要的 不要省略各单位的名称 能够写清楚就写清楚 注意要和各证明文件 要相符一致 比如说你在哪一个什么什么补习 你在大和日语补习 结果你写小和日语 这样就不好 你明明在何必日语那边补习 那你写成未和日语 这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这个名称要一致 这样子才不会觉得怎么那么奇怪 在这里补习 我签证明书是另外一边的 不行 好 再来第二个 这个相片要六张 大小长四公分 四乘三的要六张 三个语列以内 我们刚刚说的 为什么 因为呢 就是不要跟这个护照一样就好了 其实不要太离谱 不要太离谱应该也还好 好 再来喔 毕业证书正本 最高学历毕业证书的正本 毕业证书正本 最终学历呢 那正本确认过后呢 会归还给本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吗 也许你不会 可是呢 有很多人学历造假 你可能不知道 也许台湾少 可是别的国家还蛮多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准备好 要正本喔 学历要正本 我们看完之后 确认之后呢 会归还给你 好 再来喔 护照影本 照片页面的清晰影本 这个 因为我护照呢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帮你确认 比如说你的名称啊 这个 因为以后呢 这个债留资格认定书 就是签证书下来以后呢 他这个呢 上面上面的名称呢 就是上面的名称 不可以跟你的护照不一样 所以这个一点呢 也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提供给我们的护照 为了就是要对 要去对你的名字 是不是标准 是不是正确 这样才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再来啊 户籍藤本 那怎么会有那么奇怪 因为呢 我们要证明 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帮你付钱嘛 我们要证明 他是你爸爸 他是你妈妈 我们刚刚说过 不可以随便忍帮你付钱 我们要你证明说 他就是你的爸爸 他就是你的妈妈 所以才会跟你要户籍藤本 不过我们跟你要户籍藤本干嘛 就是因为要证明 不是随便忍帮你付钱 好 再来有日语学习经历呢 就请你要提出 有提出当然比较好 这个总是有在准备嘛 还是会比较好 再有再学证明 如果你现在还是学生 你还是学生 你又提出 再跟学校呢 申请再学证明 或至少给我们 这个所谓的学生证 证明说 比如说你十月要去嘛 那你六月还在读书啊 六月之前是学生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 你提不出来 这个所谓的毕业证书 那你就给我们一个 再学证明 这样子呢 告诉海关 六月就要毕业了 可是呢 这个截止日之前拿不到 所以告诉他说 我们即将要毕业 我们真的有在读书 这样子 他就会愿意给我们签证喔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呢 经费支付者你要提交的文件喔 经费支付者 你帮他付钱的这个人 你要提交文件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要有说服力 说服海关说 你有钱 你不会去日本打黑工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喔 如果第一个 你是有本人申请 好听好 你是本人申请的话 你是本人负担 你自己负担自己的话呢 那你就要提出 你自己 这个 你自己填写的这个经费资变书 那你要填写 在职证明喔 你要你要 就是你要提出你的在职证明 好 那比如说你的职务啦 在职期间公司 地址电话 都要写 我会讲喔 海关有时候真的还会打电话来说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耶 真的有 有些日本海关很多会讲中文啊 他们有聘请中文的人 所以有 真的也有 打电话来的也有 好 那盈利事业登记证 银本 就是这个公司 如果你是公司 是自己在经营的 请你提出呢 盈利事业登记证的银本 比如我是老板嘛 我是盈利事业 就是我嘛 那我要去日本读书 我自己当我自己的支付者 你就可以提出 好 那如果你不是老板 当然你就不用 你就提出前面 好这个就好了 那收入证明 本人过去一年的收入情况 一年的收入情况 比如说纳税证明啊 这一些 请你交出来 那如果你是自己公司的 经营者的情况 你就缴纳税证明 那如果你是呢 比如说你扣缴平单啊 对不对 你这一年 这个你收了多少钱 缴税证明啊 这种都要提出来 好 这个 如果是居住在日本以外的父母 你的父母不是居住在日本 你是在台湾 那兄弟或直系亲属负担有学费用时 你要缴交的文件 比如说你不是父母 你可能兄弟 比如说哥哥 姐姐呢 大理很多 你要请他帮你付钱也可以 好 那你就要 这个时候你要提出什么呢 当然我们刚刚说的 经费支付书 你要请他填写 好请他填写 户籍等本 要证明说 他是你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好 再指证明 他在国税局所发行的所得税缴税的证明 好所以 请你请他 请你麻烦他 好提出这个证明给我们看 一切都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我们 好 不是为了你喔 不是为了我们喔 不是我们落说 是我们要说服海关 一切都是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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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钱 你去日本不会做黑工 不会扰乱他们社会 所以请你呢 要提出这个证明 好给我们喔 好再往前看喔 那第三个人 如果是居住在日本的亲属啊 负担留学喔 有时候你有亲属住在日本嘛 好那这种情况呢 他要缴缴什么 一样 好经费支付数 对不对 债职证明 一样好这个都是一样喔 这我们跟刚刚都一样 还有他的缴税证明喔 他在日本嘛 所以由日本的国务局税务署所发行的过去三年内的缴税证明 这在日本的话 然后呢 亲属关系证明出 他还是要必须要你的亲属啊 对不对 我跟你分享一件事 之前何博士有遇过了 唉 应该是这样讲喔 这个女生很漂亮 可是看起来就是做特种行业的 一看就知道 他就是呢 粉味很重耶 这粉味很重 看起来就是这样 那帮他付钱的人 无缘无故的一个男生 怎么看都很奇怪 那我这个何博士呢 办了这么多年 从来不会有语言学校看了资料要来面试的 从来没有 结果那个日语学校竟然还来台湾面试 因为他怎么看都觉得奇怪 那帮他付钱的人也很奇怪 结果连日语学校都说好奇怪 你知道吗 那个日语学校对何博士做了一个测试 他跟我说 嗯 他先误我说 唉对了那个女生你觉得怎么样 他先误我啦 因为他面试过了嘛 他就先误我说 诶诶 因为我从我这边介绍去的嘛 他误我说 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他说 嗯 应该是特种行业的 然后他说 好 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他很怕我说 那个女生没有问题 因为我还是老实跟他说 那个应该是特种行业 然后他就 他就相信我说的话 因为呢 语言学校有他的立场 可是以代办中心的立场来说 当然人家来 我当然愿意报给语言学校嘛 我当然要赚钱嘛 对不对 那语言学校好不好 由他去判断嘛 他说不收 后来他不收呢 他真的不收 那我就跟那个学生说 很抱歉语言学校说 没有办法收 我就这样 所以呢 他也对我做了一个测试 他很怕我说谎 所以我跟他说 没有那个女生 真的有点怪怪的 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去日本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提出 他到底是你的谁 不能无缘无故说 我帮他付钱 世间没有这种事情 不行 好 那我们这个经费致富者 如果这个经费致富者呢 符合一下下列这个条件呢 你可能还要追加 比如说呢 住民票正本 还要呢 什么这个债留卡 如果你是 在日本的外国人 不是日本呢 那就提出日本 他那个经费致富者的 债留卡的正本 这方面的印印本 跟住民票的正本 住民票 那我们说的这个居住证 居住证 好 所以就必须要提出了 好 那根据个人的情况 各位 这个经费致富书 非常非常重要 根据个人的情况 有可能会追加好 银行存款证明 还会另行通知什么的 那还有 那各位 其实我们呢 都请各位呢 直接就准备银行存款证明 因为呢 在台湾有很多时候呢 我有钱 可是我的收入 可能没有办法提出证明嘛 对不对 我们在百路边摊 我就不会有缴税证明 可是我就很有钱啊 我们在卖早餐 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缴税证明 可是我们就很有钱啊 所以呢 你怎么样 你如果提不出这些东西 那没关系 用钱 有钱就对了 反正有钱比较大 你就提出所谓的 银行存款证明 那你的文件必须要三个月以内的 如果需要 入国管理局 有可能要求你追加其他文件喔 我再讲一次喔 this 全部 this 全部呢 都是为了入管局 都不是为了我们啦 所以呢 你所缴交的这个银行 缴税这个名啊 都跟台湾没有关系 这只是要提出给日本国 你的什么这个存款证明 都跟台湾没有关系 你是要说服日本的海关 日本海关 所以呢 这些文件呢 有时候呢 我们缴交出去呢 它就不会退还给你喔 所以呢 之所以你缴 比如说这个不是毕业证书嘛 这些东西就不会退还给你 好 那各位 有的人说 老师啊我喔 存款证明喔 没有办法一次一百万啦 因为我们都要求学生呢 最好台币一百万嘛 对不对 那其实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建造啦 比如说这个银行存进去 对不对 那开出一张存款证明啦 五十万嘛 那过几天再存到另外一个银行 再叫他开另外一张证明嘛 那不是合起来就一百万了嘛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我跟你分享一些 很有趣的是 以前呢 就有一个学生喔 这个他去日本喔 他叫他是讨债集团耶 很有钱的讨债集团 是真的有钱的喔 那结果怎么办 他 你叫他 我问你喔 你叫他提出什么证明 这是不可能嘛 我讨债集团我还有发票 想太多对 那怎么办 没办法 你知道他多扯吗 我就跟他说 不然这样好了啦 你就假装 你们家在卖鸡牌的 然后呢 他说好好好 他就来 跑去一家鸡牌店 那就跟那个老板娘说 老板我是观光客 你们这家鸡牌店很有名 那我可以跟你合照吗 然后呢 就请他女朋友 帮他拍一张 跟鸡牌店老板娘合照 就拍一张 那就印出来给那个 这个所谓的海关看说 我们家是卖鸡牌店的 这是我妈妈 那我们家卖鸡牌店说 我们家没有缴税证明 不会有纳税证明 但是我们家卖鸡牌 真的赚了很多钱 存款证明开了三四百万这样子 所以呢 就拿 这证明就过了 他就去日本读书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呢 我们用的建招 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我们家真的有钱 我们没有所谓的存款证明 不然你要叫我怎么办 我们就只能用这样子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吧 所以我们这些 都是要说服海关 请他给我们签证 所以呢 都是为了你好 都不是为了我们 我们跟语言学校 都是站在你的 这个同一个阵线上 你有钱就可以去了 我们不会管这些 会管这些的都是海关 所以呢 希望呢 我们这一段呢 让你对于这个日文的 这个日本留学语言学校 或是专门学校的申请 有一个概念 基本上 每一个语言学校 每一个专门学校 都是要求这些东西 所以呢 你又把这些东西准备起 尽量准备起 当然 真的也没办法 你来跟我们商量 说老师我这个东西真的没有 没有 看怎么办 我们就跟你讲说 不然你提出什么 像我们刚刚说的 跟那个鸡牌的老板娘 这个拍照的那一个 反正没办法 我们就请他去拍啊 那写了一张说明书 为什么没有缴税证明 好 就请他这个画鸭 然后写喜相片 然后告诉海关 因为我们家卖鸡牌 我们没有缴税证明 可是我们家很有钱 就这样子 所以呢 后来也顺利拿到日本的签证 所以呢 如果任何问题呢 我们在私底下呢 跟何博士联络 希望大家都很顺利的去日本 真的能够呢 达到呢 你这个 这日本留学 把日文学好的一个梦想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一段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拜拜